這段天天復健的過程 郭姓淳的身邊除了教練和隊友之外 還有一個人 那就是物理治療師陳思化 因為年紀相仿 個性隨和 他不僅隨時監控郭姓淳的恢復進度 更成為他情感上的重要依靠 也是郭姓淳重回舉重場上的關鍵人物 因為受傷剛開始的時候還在發炎期 所以發炎期的時候 基本上就控制他的動作 是在完全升值的狀態 就希望不要再過度再拉扯 他受傷的肌肉 所以就完全地受洗 他是舉重國手郭姓淳 現在身邊最重要的人 物理治療師陳思化 專業的知識和態度 讓他年紀輕輕 就成為國家隊教練已重的成員 這個團隊 每一個成員都是非常重要 都有他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在 像思化他不只是物理治療師 他也等於是一個心理治療師 這一段這種受傷這一段時間 因為思化提供了他的一個心理治療 然後思化對他專業物理治療師的專業 他也非常地稱職 所以幸存對他你不發現 他現在對他更加更加地信任 因為有時候人跟人相處就是這樣 你說一防風順 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刻骨銘心的感覺 一旦發生了事情 然後旁邊的又是思化 他的奮鬥目標就是為了讓幸存 能夠更好地恢復 更快地恢復 兩個人共同在完成一件事情的話 那種鄰居力 那種相互的信賴 那種更緊密的結合 所以因為思化本來就是我們這個團隊的 一員 然後現在思化更是幸存 我們這個團隊裡面更不可少的一員這樣子 成功的因素永遠都不是單一的 但是少了任何一個要成功 肯定得耗費好幾倍的力氣 每個環節環環相扣 成功路上才能一路順風 我第一次上來台北接受治療的時候 是教練跟思化姐姐上來陪我 然後思化姐姐就是 就是我做治療的時候 她也就一直是陪在旁邊 就很感謝他們吧 雖然就是 就是雖然受傷了 但是他們還是對我很有信心這樣 然後就覺得我 我絕對可以站在雅雲壇上 但是 goddess 這個人 那麼豬 他們希望你 自己還 沒有